愿你敢奉旗 有一件事情是非常重要的 我在一开始的时候跟大家提到的 基本的介绍 你要怎么样去想办法让你的读者 必须要把你的读者当做什么都不知道的人 然后把一个东西从头到尾清清楚楚的 告诉人家是什么 那么就以这篇报导来说 就以这篇报导这是一个大概三千字的报导 但是我现在完全不给大家看字 而是这张图 其实我在写这篇报导的时候 我是先有读山的报导 我先把这个图画出来了 之后我要写什么文字我还不知道 为什么呢 因为这件事情要告诉他们 要用文字来告诉大家是很重要的 那我们先做一个背景 就是蜂蜜发电其实被认为是 蜂蜜发电被认为是 很重要的一个替代能源 就是我们今天如果说 核电是一个绝对不是选项 因为世界上面现在其实是三种能源 互相不要把他拿去 一个叫做石化能源 就是那个火炎 一个叫做再生能源 其实再生能源里面很多东西 所以我们有一些东西要打问好 不过这个再说 石化能源再生能源都很方便 然后呢经常你看到的就是 核电工业的人跑去跟 石化能源的人也会骂再生能源说 你们没效率 然后呢核电工业的人也会跟 再生能源的人联合骂化石工业说 全球反化就是你们搞鬼 然后再生能源跟石化能源也会合起来 去骂核电工业说你们就是那个万年不符的核电工业 这样之间有这样的一个竞争关系 那当然呢 不因为他们的竞争关系 我们就 就对他们是 不做价值判断的一个中立态度 所以基本上呢 如果说我们的能源继续要发展 当然这个地方就会轻轻到一些认识 我不知道大家能控制到这样的认识 其实你有空的话可以过那种环保团体 这样不会想问一个环保团体 可以问他哦 他的基本态度是什么 因为其实我们对大工业跟电力发展 会有几个不同的看法 第一个看法就是说 也就是现在政府的 政府的基调 我们的GDP成长多少 我们的电力成长就会成长多少 所以说呢 你如果希望我们的正反过来说 如果你觉得我们电力不需要成长 就代表我们GDP不成长 我这样你也要啊 你也要那我也没办法 政府现在会这样做吧 所以说他会假设未来 譬如说我们未来每年GDP会成长3% 我们的电力成长就要成长3% 这是一个讲法 这是一个讲法 也有环保团体可以同意这样的讲法 这种东西 我们通常在环保会叫做 business as usual 就是说像我们平常一样的生活 我不敢见任何生活的情况下 然后呢 我们还一样产生这么多的电力 一样有这么多电力 一样有这么多电力成长 那么这个时候呢 我还是不要合电 我可以用什么方法来取代 这是第一种想法 那么第二种想法呢 就是现在绿蒙的想法 绿蒙提出来是一个电力力成长 他也不是business as usual 也不是要压力电力成长 他是电力力成长 就是停在我们现在的电力成长 的状况底下 那么在这两种情况 都会需要一个东西叫做替代方案 对不对 就是核电不要了 核电10% 一二三四场 大概百分之十几的电 发电不要了 那我现在需要百分之十几的发电 来填补没有一二三四场的空缺力 所以他需要你替代 当然如果说 你支持刚刚我讲的 第一种讲法的人 也需要替代性 替代的发电比较高 第二种比较低 当然还有第三种想法就是 我们今天地球已经这个样子了 我们就不能再过以前这样子的生活 所以说我们需要去压低电力的成长 那甚至觉得说 核一二三四场废掉之后 不需要替代 这就是另外一种看法 那当然 你在论述里面选择哪一种看法 当然你要看社会 或者是你能说服多少人 才去做决定 那第三种看法 其实我觉得也不错 但是问题是说 好像我现在进入到社会 去做说明的时候 会有一种问题 那 那我今天就谈这个东西 就是 在这件事情开始出来的时候 其实所有的环保问题 我觉得大概都有一点干大 就是所谓的远离反风机 反风机 不是远离啊 其实台湾的反风机 在各地方出现 已经两三年的时间了 不是远离才开始出来 在三支啊 在西部屋啊 其他东西都出来 对 功力发电会造成的问题是什么 最主要的一个问题叫做 它的 它在功力发电机运转的过程里面 所产生的一个叫做低频噪音 看得到 但是不要一直打打 不要看得到 不要看得到 我在那个社会上的地方 我很喜欢写黑板 但是我经常碰到一个问题 就是说 因为我太常用键盘打字 所以已经很多字不会写 然后都写错 如果有写错 大家可以不要讲 中文英文都错字很多 那个低频噪音是什么样一个东西啊 它的频率比较低 然后呢 对于一般人来说 一般人听到这个低频噪音的声音的时候 他其实 他的大脑 并不会把它解读成了一种声音 这个意思是什么 这个意思就是说 因而异的 有的人对于低频噪音 所以听得到 有的人是听不到 像我去院里的时候啊 就跟那个朋友去看啊 就自救会的朋友 他就跟我我就走在海边 因为院里 院里是在苗栗最南边的一个 站 他再下去的话就在台中的大脚 那事实上 台中大脚旁边就有一大堆的 那我们走在那个海边 他就跟我讲说 你听听看这个低频噪音真的很吵 然后我就有点愣住 我说我什么都没听到 然后 然后就过了一下 那个风车转了一个角度 他就说 现在变得更大声了 你还是听不到吗 那我就说 没有 然后 后来过了一下子 他就说 现在已经大声成这样 难道你还没听到吗 然后我就仔细听 我听到了 这表示什么 因人而异 有的人对他很敏感 所以说会感觉 会听到他 会听到他成为一种声音 有的人对他没有那么敏感 怎么要 除非他大声到一定的程度的时候 你才听到 好 那但是呢 我看过最近 最近我们还在整理这个报导 先跟大家预告报导的内容 最近我们在整理的 就是也请 也请那个 看得懂英文的人 然后是看不懂 请看得懂的英文 看了一些国外的文献在谈 谈这个 有关于这个问题 里面在讲的一个东西就是 这个低频噪音 你听不到 不代表对你没有影响 就是说 你听得到的人 可能他们都睡不着觉 对不对 搞得久了以后 失眠啊 忧郁症啊 那个 那个什么东西都来了 但是呢 听不到的人 不会有这个症状 但是可能会产生另外一个问题 因为人体啊 脑里面 是人的半规管 在接收低频噪音 半规管 大家知道是控制人的频口 如果说长期啊 24小时不断的接收这样子 低频噪音的结果 可能会造成 人的平衡 跟人的认知 还有语言 的发展产生问题 好 这个是他的 那个报告里面 他的东西 因为 我必须要讲 因为 风力发电的发展 其实时间还没有这么长 那么 我们对于一个东西 会对人造成的影响 会使用一种研究方法 叫做 流行定学调查 流行定学调查 他的基础是什么 是长期的历史资料累积 如果说 一个东西是缺乏 长期资料累积的话 我们是没有办法 做出流行定学调查 比如说 我今天 今天在讲说 这个PM2.5 细全不为例 对于人体 对于呼吸器官 造成的影响 那 现在台湾没有办法研究 为什么 因为我们以前 没有在监测PM2.5 也没有在做 对于人体的影响 没有长期的资料 所以我也没有办法 做流行定学调查 那么 也就是说 风车这个东西 对于人体 所造成的影响 这件事情 其实还缺乏 非常准确的科学认证 这件事情 不需要不要再讲 那么 而且是这个样子呢 再加上一件事情 就是 我连 他对人体的影响的 确实影响 都缺乏科学认证的时候 一个风机 一座风机 距离民宅 应该有多远 其实我们谈规范 还言之过早 懂我的意思吗 他的影响 不知道 没有办法确定 然后呢 怎么样去避免 这个影响的方法 也不确定 所以我今天谈 他的距离的时候 有点遥远 那然后的 再来一个问题 就是说 这个东西 如果说 要套到台湾来 到底可不可行 我先讲一些东西 我在写报道的过程中 我必须承认 我越写越烦恼 这个越写越烦恼 是怎么样 这是我刚刚讲的 刚大问题 我看到的文献在讲 低频噪音 因为他的传导能力的位置 后来我去英华卫公司 拿英卫公司 也拿出号 再监测数据给我看 我看了其实有点可怕 他们在 一百 在距离六十公尺 一百五十公尺 跟六百公尺 各放三个分类 测试这个风机 所造成的低频噪音 结果六百公尺的声音最大 六十公尺的声音反而小 也就是说 低频噪音 因为他的传导 特性的关系 这个我没有特别的研究 但是呢 他并不会因为距离很远 而就小 并不会跟的距离完全成正面 然后在研究里面 通常要达到一公里 甚至到两公里以上 低频噪音的声音才会降下来 低频噪音的声音才会降下来 那然后呢 如果说是这个样子的话 这个风机规范要怎么定 然后最近我们也找到一些资料 但是那个资料 后来我花了点时间 去跟一些懂德文的 实践法律的朋友 在做讨论 后来我越来越发现 这里面有一些问题 就是我现在拿到的那个资料 是德国的NRWBAM 如果说翻成中文 叫做北莱英中的威斯法文BAM 如果说有人有一些了解 可以等一下讨论一下 那个地方啊 它里面规定 就是一开始 直接会出来抗议的时候 它里面规定的东西是 就拿了那个规定 讲说风机距离林载 应该有1500公尺以上 那个是法规里面的规定 那后来呢 我看了一下 然后也稍微做了一个讨论 我发现说他讲不太是这个意思 但是不太是这个意思 是更严重的 因为我们的概念是怎样 我们的概念是这样 一个东西 假设这是一个风机 距离你来好像1100公尺 这是一个很直觉的认识 那个法规里面就写1500公尺 但是呢 它里面其实在讲一些东西 在描述这件事情的时候 它讲的办法是 我们今天假设以七支风机 作为一个风场 那么这个风场 它距离聚落的距离 应该是1200公尺 它的描述是这样 也就是说 我今天假如说是七支风机 这个区域 好这个区域叫个风场 然后这个地方有一个阵 这个叫做聚落 是这两个的距离 大家知道这两个距离 我现在在画的这个东西 跟这个东西的差别在哪里 这个差别在于说 它其实讲的并不是 一支风机 跟一种法子的距离 它讲的是一个工业区 假设我今天把七支风机 当作一个工业区 跟一个人口区区 从命区的一个距离 来去做比较 也就是说呢 你可能会在德国的这个方 你可能看到这支风机旁边有一种法子 但是这不重要 这不重要 就是说这里很厚的法子 那它所规范的 就不是一栋房子 跟一支广机的距离 它所规定的就是一个风场 就是一群风机 跟一个人口区的距离 我后来的理解大概是这个样子 那我刚刚说班达 是班达是班达 我太久能得到一张图了 那你帮我找一下 因为你发生了什么事 我最终不得了 那你帮我找一下 好 我再继续讲 但是我是要弄到特别 我现在在讲很多东西 后来呢 我在找资料的过程里面 其实后来 现在包括说院里自觉问题 说很多东西 也是我后来找出来的一些资料 在环境报告里面 现在还几点 八点半 在环境报告书里面找到一些资料